大家好,又回到我們望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 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真必師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都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大家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望向正向曬冷氣 點讚分享和訂閱 亦都希望你留下建設性的留言 好了,今節我們就講一講 這個美國最高將領的米利 其實他講話都有點直接 原來他最高將領 因為他就是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 米利 在德國的美軍基地參加一個會議的時候 叫做烏克蘭國防聯絡會議 繼續說要支持烏克蘭 他就說美國已經加快向烏克蘭交付 並且培訓M1主戰坦克的速度 但是這句話呢 其實烏克蘭就不多想聽到 他就說 在對我的戰爭當中 我們呢 不可以讓烏克蘭 零丹妙約 即是呢 給就給到差不多 最多是來到差不多 你想什麼 什麼都要啊 有 記者就追問 美國會不會 向烏克蘭 提供F16戰機 米利依然很堅決地說 目前對烏克蘭來說最重要最關鍵最有效的軍事任務就是 構建地面防空能力 其實為什麼他說不可以給零丹妖約 因為你經常拿的東西太多了吧 你給那麼多的話 即是要我什麼都給你 我們停止到這裡 反正戰機就沒得談暫時 我們看回美國國防部的發言稿就看到 米利和國防部長奧斯丁出席了這個會議 並且在發佈會上大談 盟友之間的團結一致 以及對烏克蘭的決心 這個會議其實在去年四月下旬首次舉行 之後就保持一個月要開一次 在發佈會上 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 亦都說到今時今刻為止 美國已經向烏克蘭提供了350億美元的軍事援助 其中包括超過200萬法 坦克和大炮的炮彈 還有幾萬套反裝甲 氣系統還有防空系統 還有幾百部坦克還有裝甲車等等 最近 都是說我給了你相當多東西 我怎樣給寧丹妖約 其實他說的寧丹妖約 就是 你是想要戰機 他真的不給,這次很堅決 因為我們之前都討論過很多次 為什麼不可以給戰機 因為他飛得遠 他就是害怕你 當然之前那些 洩密的文件也看到 美國也是相當驚訝 烏克蘭會攻到俄羅斯本土 當然這份文件 事真事假 無從考證 但是 你說他是不是害怕呢 之前都說過 是不想烏克蘭 向俄羅斯本土發動攻勢 怕不怕也好他不想 沒錯啦 沒錯啦 歐斯丁又說 現在一個國家已經向烏克蘭交付了230多架坦克 1550架裝甲車和其他軍事裝備 足以裝備9個新的烏克蘭裝甲類 歐斯丁也說 美國 將會在5月份在德國訓練 烏克蘭軍人操縱和維護 M1主戰坦克 同時 繼續加速相關工作 這樣令到這款坦克 能夠盡快投入俄烏戰爭的前線 當然 一說到近期的五角大樓涉物事件 歐斯丁就說 當我們和我們的盟友還有夥伴討論這個問題時 他們團結 並且拒絕分裂的承諾 令我留下深刻印象 你只是夾別人上戰車 即是說他們團結的 他們不會搞分裂的 即是說 你們不要不團結 不要不團結 雖然我偷聽 雖然我偷聽你們 是的 當然這個 未經證實 你們當故事聽聽也挺過癮的 但是你說會不會這樣做呢 我偏向相信 因為有前課 有前課,因為他偷聽過麥克爾 是吧 一說到近期 這些事情 米利 上將極力地稱讚美國向烏克蘭提供M1坦克 他就說M1坦克是全球最好的坦克 並且表示M1坦克交付給烏克蘭之後 戰局已經不同了 但是他也要提醒 戰爭當中沒有零丹妙約對俄羅斯也是這樣 他為何強調M1坦克呢 相信M1坦克就是最後一個 最強的給到這個級別 我相信就是這樣 米利之後就說 澳烏戰爭有很多變良 影響著戰爭的結果 雖然M1坦克在戰場上可以發揮作用 但是不意味著 我們可以給什麼名單妙約給烏克蘭 值得一提 我們來看看 其實在這個提問環節當中 記者就經常都說戰機可能想著 歐洲、德國 肯定要刷一下這個澤列斯機鞋 現在 有兩個記者 就問 米利和奧斯丁說 現在烏克蘭 自稱急需戰機 波蘭的 緩烏戰機即是米格 戰機但是那些差很遠的 那麼 你們會不會改變想法 是不是 會提供F16給烏克蘭 奧斯丁就說 我們認為 烏克蘭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就是地面防空能力 米利一樣是沒有給出正面的答案 其實他說不可以給什麼名單妙約制說 我們已經給了很多東西了 知足 當然將來我們繼續給你東西 你說F16就免談 當然暫時 他就說有關門烏F16 戰機的問題 是政治領導人會提出的政策問題 但是從軍事角度來看 烏克蘭當前的任務是控制空域 目前 對於烏克蘭來說最具有成效 和最快捷的就是控制空防 現在最關鍵就是防空系統 這是目前最重要最關鍵的軍事任務 米利反覆強調構造 烏克蘭地面防空的重要性 更加說 訓練飛行員要很久 所以不可以給你F16 現在最迫切就是需要防空 吹了幾個月坦克 為什麼烏克蘭看到希望 因為你吹了幾個月給主戰坦克也很鬆口 烏克蘭 1月25日就得常所願 美國和德國都送了口宣佈向烏克蘭提供主戰坦克 在同一天 其實 扎尼斯基拉統一天 拿了坦克 他不是深色的 他就說你既然能給坦克 不如給我戰機吧 但是到目前為止 無論從米利、奧斯丁還是 拜登都好 都是堅決拒絕 向烏克蘭提供F16戰機 波蘭當然向烏克蘭提供了戰機 但是你也是 給米格戰機 白宮的官員又怎麼說呢 白宮的安全委員會戰略 溝通協調完 阿比其實也重申 波蘭的決定不會改變美國的決定 即是 拜登政府目前 都沒有任何向烏克蘭提供戰機 包括F16的計劃 不過也沒有完全排除這個可能性的廢話 他說給就給不給就不給 另外 扎尼斯基也是 昨天原來他又制裁了人 他就簽署了這個制裁令 制裁40個人 和382名法人代表 當然這些都是 其實就沒有太多力 但是拜登就麻煩了 說起拜登 拜登現在 連他們親民主黨的媒體 華盛頓郵報也說 拜登時駕不多 不是說他快離世 是說他 記得我們當時說過 共和黨在債務上限的事情 我相信 最後來談得成的 每一次都是這樣的 但是現在有些 歐洲媒體就擔心 會不會共和黨的債務上限 如果要妥協裁 就是緩屋緩少一點 這個真是夠辣 這招夠辣 不會 如果拜登的話 就純粹 推周將 推過去 不是啊 不是我不想幫 共和黨擋我 不是啊 有什麼是 但是 德桑蒂斯和 特朗普都貌似對緩屋沒有什麼興趣 現在美國 共和黨 和民主黨 當然圍繞債務上限 不斷爭論 也引發全球對美債違約 可能會引起金融動盪 很擔心 所以華盛頓郵報出了兩篇文章 就說拜登曾經有信心 會迫共和黨提高聯邦借款上限 但是 隨著兩個黨的矛盾加劇 其實拜登這一系列的措施恐怕會失效 我覺得不會 其實這些 比民主黨 不敢說滲透 比較親民主黨媒體 其實可能是幫民主黨 說話 告訴共和黨 共和黨 眾議院的議員 越來越明確表示 除非他們從白宮得到重大的政策讓步 否則 就願意 製造一次經濟危機 話這麼大聲 所以一些 經濟研究人員就認為 美債違約的經濟代價過於高昂 就會迫使 共和黨在最後時刻達成協議 其實跟我想的一樣 但是隨著美國經濟走弱 經濟放緩可能導致美國稅收減少 這樣也會加快制務危機最後的 期限到來 華盛頓郵報也說 美國總統拜登已經沒有什麼時間和選項 No option 可能一場史無前例的 聯邦債務違約會出現 很沒面子的 如果你真的出現了這個情況 在你任內 你應該也不夠 阿富汗大撤退沒面子吧 那個也是沒有面子 但是逐漸 大家都遺忘了 這也是 這件這麼新鮮滾熱 而且 差不多要宣佈連任計劃 這件事對 領回一劑 是獲金的 老闆 今年1月19日 其實美國的債務總額已經超過債務上限 美國財政部 之後 啟動了非常規 措施維持政府營運 避免 突破31.4萬億美金的債務上限 即是會出現債務違約 如果過了這個債務違約 之後 美國兩黨共和兩黨 對於是否提高債務上限進行博弈和爭論 自從共和黨在1月份 控制了眾議院之後 拜登的一些幕僚 在私底下和公開場合 都表示有信心 可以迫使共和黨 提高聯邦的債務上限 不需要 默許共和黨 這些 保守派議員 是削減開支的要求 即是他們肯定說是削減開支才行 但是他就覺得不用 我們可以的 可以談的 不用妥協也可以 看看你行不行 到目前為止 其實拜登的鮮壓政策 似乎沒有臭效 眾議院議長麥卡錫 上星期更加公佈了一項 財政支出計劃 他的核心 其實就是要一項 共和黨人希望在 這個星期的 眾議院通過這個計劃 目前還沒有跡象表明 共和黨會像拜登那樣幻想 會 無條件同意 提高債務上限 無條件 其實哪有那麼容易 相反美國政府如果不按 共和黨的要求大幅削減開支 和改變政策 很多議員 準備好他們的違約 如果美國國會 對於不提高聯邦財政部的債務上限 美國 聯邦政府 最早在6月份 就沒有足夠資金來支付所有債務 這種對債務上限的 突破 意味著有個前所未有的崩潰 經濟學家就覺得這樣會引起金融危機 亦都導致美國以及全球衰退變成不可逆轉的事實 對於拜登政府來說更加不可接受 因為你剛才說 Joe不是快宣佈大選嗎 結果你宣佈大選的時候 你弄了一件事 不好看 目前亦沒有任何跡象看到 溫和的共和黨人 會同意在政府不進行改革情況下 提高債務上限 連溫和那批都不肯 而共和黨和民主黨之間的爭吵依然繼續 麥卡錫其實幾天之前亦都說過 拜登令到美國的債務 很嚴重 他就用美國邊境問題來說拜登 你無視他 以為他會消失? 但是不會 上個月 麥卡錫更加提出在白宮和拜登會面 當然 他樣 亦都是想 令到 拜登 當然他肯定要出來說話 其實都是令到拜登 失眠子 拜登越來越多指責麥卡錫 指責麥卡錫不顧美國的信譽 根本是個Mega 的極端分子 而且他的 疫情 會導致美國人 很嚴重 還有他就說麥卡錫不斷誤到美國人 而一部分的民主黨人 原來 他們都是支持共和黨的觀點 反骨仔 因為他們認為共和黨的提案 是 有些人覺得共和黨的提案 可能會 搞壞美國經濟 但是 民主黨反而是魚翁得利 原來他們的理論就是 如果美國經濟不好就罵共和黨 是他們不肯提高債務上限 其實國家玩殘 最慘的民眾 是嗎 在白宮內部 共和黨在債務上限問題上的強硬立場 亦令很多人很沮喪 拜登的這些幕僚 堅決反對 向麥卡錫妥協 因為他們認為 共和黨是將 美國經濟作為籌碼 並且不同意共和黨提出的 具體削減開支項目 還有他們有件事害怕 如果你威脅我一次 我放了 就是將來 援霧的話 你就威脅我一次了 是這樣的 現在你一定要妥協 你是兩黨政治就是這樣的 拜登的其他政治盟友就說 違約造成經濟破壞可能會持續到明年 影響到2024年的大選 總統的支持率往往跟經濟表現相掛勾 這是事實 如果美國政府突然沒有錢花 很多公務員 他們肯定很生氣 有什麼東西上街 其實你們全國都不太好看 其實拜登的助手 亦舉行了多次的內部會議 探討了 在沒有國會支持下 如何是可以 他打算單方面提高債務上限 什麼 可以嗎 其實是可以的 但是可能要用一些方法 他們說可以而已 我引述他 他們就說 很多經濟學家認為任何這類的舉措 可能會導致美國 借債成本永久性上升 因為投資者將會要求 將會要求更高的利率來購買法律地位可疑的美國債券 由於潛在的效果真是不可想像 所以 一些經濟學家亦都說 共和黨你也妥協 他肯定不會 如果 美國真的 開始接近最後 期限而你沒有辦法付錢 金融市場肯定麻煩 大家 因為有錢人這樣就可能向共和黨施壓 就說他們破壞經濟 快點讓步 但是說真的 金融市場就算你 一塌糊塗也有人賺到錢 是不是 所以你真的不知道 好,今次節目時間到此 多謝各位,再見 金融